恐怕就最重要处理的那就是如何加快人才培养 张茂生大胆启用年轻飞行员 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训练他们 这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 张茂生力排众议 坚持特殊多样性的训练 培养年轻飞行员单独执行任务能力 让他们早日成熟起来 张茂生经常讲 没有捷径可走 就是要在各种气象条件下不间断地飞行 在做好各种复杂情况预案的同时 大胆地放他们单飞 即使承担一定的风险 那也是值得的 他的这种质疑似乎很独断 他自己定的一些事情 他有的时候比较倦 他自己想好的 或者认为是可行的 再说没用 十头牛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 你比方说在这个用人上 用这个飞行干部上 他有自己的标准和他的观点 首先驾驶技术必须好 第二呢中和数字必须强 你没有这两点 你再跟他推荐 你再跑 再托人跟他说 那是毫无效果 就是他认准的事情 他是觉得很难改变的 个性是不容易被改变的 张某生讲 我们只要不掉下来 就应该在天上飞 陆军航空兵的生活 就是这样 那是毫无效果 那是毫无效果